我為什麼要學夜光仙子啊 我根本連夜光仙子都沒看過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老東西 我是Ander羅王 西元2000年初 數位影像快速崛起 相機市場百家真名 雖然地片需求逐漸減少 但各相機大廠技術相對成熟 亦各個竭盡全力的推出各種經典產品 SLR 鏡頭或是PSG 特別是PSG啊 在當時玩有相機競賽 規格一台比一台高級 Milota TC1 Contest T3等名機都在當時所產生 當然也包括今天要介紹的 FUJIFILM NATURA 所以應該是NATURA還是用日文念NATURA 不知道 好那我們也沒辦法確定 那我就念NATURA好了 那話不多說我們直接切入主題 聊到這台在2005年左右非常紅的PSG FUJIFILM NATURA共有四款 NATURA CLASSIC NATURA NS NATURA S 跟NATURA BLACK 材料都算少 而且主要都在日本國內發售 NATURA而成為月光機 這個月光就是因為你買下它了 你這個月的薪水就會花光 主要還是因為那令人驚艷的NP模式 不管是NATURA的哪一款都有NP模式 NP模式的全名叫做NATURA PHOTO 顧名思義NP模式在弱光環境下 可以不需要借助閃燈就能拍出正常曝光的影像 誇張一點的說法就是靠月光就能拍 因此有了月光機的稱號 裝上特定ISO值的底片時即可觸發 CLASSICA是能夠以ISO800的底片觸發 NS Black則是只能在底片ISO值為1060觸發 Fujifilm也因此推出了一卷底片 NATURA 1100 但是目前已經平產 這四款的差異除了上述的NP模式觸發條件之外 CLASSICA跟NS都是搭配變焦鏡頭 28-56mm f2.8-5.4 而S跟Black則是定焦鏡頭 24mm f1.9 這麼大的光圈在PS系統中可是相當罕見的規格 有些老玩家可能會有疑問 大光圈的鏡頭在畫質上會不會有所犧牲 NATURA系列可是使用了Fujifilm隱隱為傲的EBC鍍膜技術 By the way 任何物體對光線都有反射的作用 就連完全透明的玻璃在不同角度下也不例外 因此為了讓光線順利的透過鏡頭 投射在底片上或感光元件上 並且減少不必要的光線折射 這時候就需要在鏡片上鍍膜 鍍膜的技術好壞也是一顆鏡頭成敗的關鍵之一 而Fujifilm的EBC鍍膜是受到許多攝影玩家們的青睞 不僅畫質清晰 發射也很自然 以我們手邊的NATURA S來說操作十分簡單 畢竟是西元2000年後所產出來的機型 講求的已經是電子技術所帶來的方便性 對焦快速 以PSG來說 快門非常的乾脆 毫不拖泥帶水 功能也是簡潔且實用 所有的選項都在機背的LCD螢幕上所顯示 運用機背上的選擇按鈕設定 整台相機沒有任何拍攝的參數可以調整 畢竟是一台傻瓜機 可調整的只有閃燈模式 延遲快門 對焦模式和日期 閃燈有自動閃光 強制閃光 放紅眼閃光 關閉閃光和夜景閃光 而對焦模式只有全自動和遠鏡模式 觀景從內沒有任何的資訊 只有在右側有兩個燈號 綠燈閃爍代表沒有對到焦 衡量代表準焦 紅燈閃爍表示建議你開啟閃光燈 那接下來來一下實拍的照片吧 總結一下 Nature S 這台相機 對焦快速 體積小 超級簡易 作為一台隨身機非常的適合 成像品質也都非常良好 再加上如果是我們手上這台特殊聯名款 撇除買完之後 可能這個月就是月光這種缺點之外 大光圈的隨身機 Nature S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記得喜歡 訂閱 分享 鈴鐺 還有Facebook Instagram 你這老東西 我們下次見 我跟妳互動 妳就跟我講我不知道就好了 我就說產生 當然也包括 等一下